饱满的香蕉看起来香甜可口 但每到夏季 焦农担心需求量变少 价格直落的状况又再度重演 近期A级焦的产地价格 已经跌到每公斤10元以下 低于种植成本 焦农说 在炎热的夏季 含水量多的水果需求量比较高 香蕉销量减少常见跌到个位数的价格 如果一般焦行口的包发卖市场 他们才会影响 因为他们没有保底收购 所以他们现在才有8块而已 因为我们有做产销履历 所以我们有跟超市器座 所以我们影响不到 我们最低收购的价格就15块 焦农说 与超市器座有产销履历的胶原价格 较不受影响 近期香蕉低价的状况 皮诺县政府也密切注意中 农业处表示 今年上半年香蕉价格都不错 加上今年春夏气候加 香蕉物受损 产量平稳 市场需求降低价格就会下滑 这整个来说的话 香蕉尤其是在进入到夏天 是比较吃亏的水果 那因为它夏天 对于水分比较高的 比较解渴的 这个果品 它是比较受欢迎的 所以这个部分 香蕉到这个时候 当然价格有点稍微下来 那这是应该算是 也是大家在心理上 比较可以接受的 预期的一个结果 屏东县政府表示 近期已与农政单位 紧盯价格变化 有需要时将启动保价收购 也鼓励民众多食用 好吃又营养的香蕉 香蕉也能做料理 呼吁民众多多选购 记者张文阳正义采访报道 明镜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